大条白迷你吃鸡 竟然被小学虐哭 故事是这样的 昨天我这路出来的时候 玩了一把迷你枪战 遇到一位好心的粉丝 送我一把圣级枪 结果遇到一个透气的了溜 还好反应开 瞬间秒杀 然后他脑袭出怒 叫了他大哥 证明应当 我那条可没许过谁 直接给他拿下 那你以为到这就结束了吗 结果 他客机买了货币 把我干掉了 年轻人不讲武德 我能冷下这口气吗 当然 冷下了 最近货币得十个密币了 我可买不起 不过 你以为这样就结束了吗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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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算我失落 以为就这样结束的时候 结果被暴力 只能有99个货币 回去看录像的时候 才发现 这是那位送香的小粉丝 偷偷给我的 鼻子 我和小粉丝的PK 正式开始 那条来追我 就你那技术 让你咋都打不到 是吗 可恶 是我大意了没有闪 接下来 我可要认真开始玩了 行 我现在有99个货币 打趴你 看我如何打趴你 纷争开始了 那条我看被打趴的是你吧 这这这我这是故意烂你的 要不来你早被我打趴下了 你承认自己猜 又那么难吗 谁猜了 肯定是我的枪不行 我换把新枪 肯定打扮你 你就等着吧 这么多枪 换哪个好呢 小孩子是有选择 我全都要 先对话一把 优明之言 优财 再来一把 M20定军 最后再来一把 死个 臭辣条 瘦死吧 可恶 一个老六 找偷袭是吧 我可不再是 沉浸的我了 给我死吧 哼 我又回来了 又来 你说的偷袭 还会什么 看我一匹知道 凡是匹事 我躲在墙后面 那你是怎么打到我的 你是不是开挂 我才没有 忘了告诉你 我这把死盖的子弹 可是雷电 是半维性伤害 就反正躲在墙后 都没有用 好 最后一战定胜负 还想跟我情网络 死吧你 怎么样 服了没 服了服了 这就是我老二的实力 轻松难捏